日本的核泄漏影响越来越短 26号环境保费部 据国家核安证据有关资格文件上说 环保费门却在非隆江省饶河硕浮远线 武林县的三个真确点 检测到了极微量的 人工放车性核碎点131 注目是任性原来自 日本核电站事故放车性位置的释放 大家现在看到呢 就是在3月24号的量点 所测出来的数值 这个红色呢就是 点131 它是数值的一图式 当时则出来的数据呢 是364.48KV 天龙江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对25号到26号 监测点样品的检测结果 仍是发现饶河县 福远县 武林县 三个监测点的样品当中 有微量的人工放射线 核碎点131 这样品随后还将送至北京 进行进入的检测 像这次出现的这个点131的 这个辐射量的主意 意味着什么 对人体会想什么样的讲 那本体值是什么概念的 本体值就是为我们在生化端中 有多数线 包括低壳产生 还有张老沙时产生 并且复射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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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为什么会在这几个点 坚测出这个点131 因为我们这几个点是设在 随便当中的东北部 它相对于日本福岛比较近 所以我们就撤出了点131 可能会怎么样 会出现到两个地方 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原因 风向的原因 可能像气候的环流 小心环流环流到我们肯定 撤出了点131 那下一步有没有可能 测出更多的这样的 数值更大的点131 下一方面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要密切监督 密切对这几个点进行监测 采样分析 再一个还要关注它的气候的问题 第二就是看日本方面 对它这个核电站的控制情况怎么样 越来越广 26号环境保护部 及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环保部门设在黑龙江省 饶河县 福远县 虎林县的三个监测点 检测到了极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点131 初步确认吸引来自日本核电站事故 放置性物质的释放 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3月24号的样品 所测出来的数值 这个红色就是点131 它的数值的一个图示 当时测出来的数据是364.48kv 黑龙江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对25号到26号监测点样品的检测结果 仍是发现饶河县 福远县 虎林县 三个监测点的样品当中 有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点131 此样品随后还将送至北京 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像这次出现的这个点131的这个辐射量的这个值 意味着什么呢 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才这个点131测量出来的值 相当于我们黑龙江省本体值的十万分之一 对人身体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本体值是有什么概念 本体值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 宇宙射线包括地窍产生的 还有装网砂时产生的一些辐射总和 就是相当于这总和的十万分之一 对相当于这个总和的十万分之一 对人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人身体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它甚至小于你每年做四次X光辐射的十万分之一 为什么会在这几个点尖证出这个点131 因为我们这几个点是设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 它相对于日本福岛比较近 所以我们就撤出了点131 可能会怎么样是不是会出现到我们这个地方上 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吧 风向的原因 可能像气候的环流 小型环流环流到我们黑龙江省 所以黑龙江省就撤出了这个点131 那下一步可能 有没有可能测出更多的这样的 数值更大的点131 下一方面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要密切建筑 密切对这几个点进行监测 采样分析 再一个还要关注它的气候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看日本方面 对它这个核电站的控制情况怎么样